哈囉大家好,我是狂人 今天狂人為大家帶來這一期節目 波羅斯沒有專屬武器 從68萬攻擊一直到150萬攻擊 分別可以造成多少傷害 那麼你們可以以這個為一個依據 到時候波羅斯出來 如果你能夠達到68萬攻擊 你看這個傷害你滿不滿意 那麼如果你想更進一步了解這個波羅斯 到底到多少攻擊 可以給對手造成威脅 好,那本片開始 我們一開始這次單挑的是SSR的索尼克 索尼克這邊放一個技能 不過波羅斯這邊還是一樣承擔的非常厲害 目前第二場 單挑結束 然後今天的影片由於製作的太久了 所以就不上字幕了 那麼到後面呢 還有一些圖結給大家看一下多少攻擊力 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目前第三場 2,160萬 這個打到第10回合 索尼克應該也是沒有辦法解決我們這一頭的波羅斯 那麼也非常謝謝狂人伺服器 第一名的綁一 借我們拍攝這個賬號 他的波羅斯目前還在提升 之後會越來越高 這一次1830萬 比上一場打的還要低 這是第四場了 這一場打完 我們就準備進行下一個單元 下一個單元就是狂人花了一點時間製作 好 結束了 領個獎勵 多了一個碎片 總共打了四場 小矮個 原來你在這裡啊 有沒有 長得一樣 兩個小矮個一樣 原來你給我躲在這 還有一隻呢 粉紅色的呢 跑去哪裡了 包括大王 我不清楚狀況 不清楚 哎呀 我搞到啊 我真知道錯了 范瞳 問個話 回答不清楚 怪人機會 很快就會被你們搞垮了 哎呀 這什麼東西啊 好 我們再往前 繼續往前 通通給我散開 八一二 再打第一 哦 三代的 波羅斯大王啊 哎呀 1680萬 這地方 何時輪到你三代住手了 哎 這一層兩年了 還不該辦 真的兩年啦 那該怎麼辦 好啦 不鬧你們啦 那麼 我們 準備進入測試階段囉 第一次是 68萬的 波羅斯 你們來看一下 小寵物 跟 主體的傷害 雙方 當然還是使用 風浮的核心 好 龍二這一次 718萬 小寵物 自爆了497萬 還有一隻 800萬的自爆 還有一個絕技 這一次 816萬 如果龍二沒有擋住 再一把 947萬 很快的到76萬 比剛剛的攻擊力多了 10萬左右 好 多了8萬 開始龍二 要先給龍二引爆 可以看到這個小寵物的傷害 這一次 990萬 990萬 1000萬左右 輪到波羅斯 1040萬 不過這一次龍二就坦住了 馬上輪到狂人的驅動騎士 哇 這一次兩隻 打了979萬 好 那麼76萬的波羅斯 這一下還是沒有解決龍二 我們再往上踢 96萬的攻擊 當然索尼克打的也是非常的痛啊 好 準備輪到龍二 看這一發有沒有辦法打多一點呢 我們的龍二1000萬的傷害 龍二目前狂人的攻擊力 大概在128萬左右 輪到波羅斯 這一次1288萬 這個提升上來 檔次又提升了 還有一秒人 這一場波羅斯要躺了 波羅斯再打一次 一樣96萬的攻擊 好 還有一個龍二 還是一樣 上一場都打到1000萬 這一次 999萬 還是差不多 喔 這個小寵物這一次爆了1430萬喔 還有一個小寵物這一次爆了497萬 絕技1200萬 馬上到了115萬的攻擊力 我個人認為 超過這個攻擊力以上 每一個傷害都很漂亮 我們來看一下 115萬的波羅斯 不過還是要先看一下小怪這一次能打多少 115萬 唉唷 龍二1200萬 小怪11200萬 還有一頭 哇 這一次1280萬 還有絕技1460萬 1310萬 我們再放一個文章系統 一下普攻 我們再來看 129萬的攻擊力 這個就是大佬級別了 這個小夥伴呢 好像撐得比較久 不過還有一發龍二 應該還是要爆掉了 唉 這一次玩爆了一點點 好 來了1000萬 還有一下614萬 那小寵物的傷害還是蠻飄的 不過波羅斯的主體 2100萬的傷害 這一次 膽子也有2200萬的傷害 最後 來看一下 150萬的波羅斯 又可以造成多少傷害 也準備進入倒數計時了 好 龍二 971萬 小寶物 小寶物1080萬 哇 這一下爆到2000萬 也真的是傷害挺高的 2340萬的絕技 還能不能打得更高呢 當然可以 同時 本期影片也曾被告一段落 希望這部影片 可以將來對你 想不想念這隻角色 能夠有所幫助 我是遊戲狂人 我們 下一期再見囉 大家 掰掰 祝福大家 平安 快樂